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2156集 汤父君不是一个人来的 带着老婆还有看上去挺老实的年轻人 我家三儿子胜利 今年刚满二十岁 胜利 赶紧打招呼 这年头叫胜利爱国之类名字的 真是随便走走都能碰到 汤胜利很腼腆 身上虽然穿得干净 皮肤黑 手指关节粗大 一看就是在家里经常干农活的 他红着脸对周成和夏小兰 以歌扫相称 他爸说来这一趟 能给家里人搞个进城工作的机会 家里四兄弟 只有他大哥娶了媳妇 他二哥都已经二十五岁了 还没娶上媳妇 按理说 这工作机会该落在他二哥身上 有工作就好娶媳妇了 可他二哥说 自己反正是已经耽误了 多等几年也不差啥 而他正好二十岁 是进场进单位的好年纪 汤胜利低着头 这样的机会就落在了他头上 他既高兴又愧疚 他是真的很想要一份工作呀 他挣了钱 一定攒着不花 献给二哥娶媳妇 汤妇君一家三口进了屋 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缴 这四合院是被刘勇翻新过的 对夏小兰来说是简装 对汤妇君一家人来说 就太豪华了 而且屋子里暖哄哄的 让他们很拘束 我给你们泡茶去 热茶泡上了 夏小兰又端出几盘点心 他平时不爱吃这些 这都是结婚那天剩的 汤妇君没吃点心 倒是喝了两口茶 转头对他老婆催促 你赶紧把话和侄女说清楚 别耽误人家时间 这一回 不在村里 到了夏小兰的地盘 汤妇君老婆自然不那么怕了 何况他们连儿子都带过来 也是在家下定决心的 那我接着说了啊 嗯 沈子 还是我之前问的关键点 您说吧 我说快中午 因为我走到娘家时 他们刚要端着碗吃饭 这么多年 要是没客人 我娘家人从来不在 下午三点前吃午饭 从村里到我娘家 得走四个多小时 那天我也是临时决定回去 因为和夫君吵了架 汤妇君尴尬 不该说的你说啥呀 女人真是小心眼 二十九年前吵架的事都记得 她老婆也不好意思 反正在那时间 碰见石苏荣他们 现在想想 他们肯定赶不上 看大阅兵了 我心里带着气 也没有和石苏荣他们打招呼 他们应该是没瞧见我 我在娘家住了三天 夫君 却接我回来 我才知道小儒走丢了 我说国庆那天 还瞧见石苏荣两口子 带着小儒了 夫君非说是我看错了 汤妇君表情善善 我那时候也没多想啊 为了找小儒 他们家乱成一团 你再说这话 不是给人家添乱吗 主要还是没往时间插上想 石苏荣和汤县仲说 孩子是看大阅兵时丢的 他们对着村里人 又不会像对着公安说的那么详细 具体到丢失的时间 后来汤友如没找到 汤家老娘受不了打击 去世了 汤夫君老婆这点疑虑 更要死死压在心底了 他也疑心是当时气糊涂了 才看错 同时因为石苏荣的厉害 在村里出了名 汤夫君老婆也惹不起 汤夫君老婆低着头 一脸愧疚 我要早点说出来就好了 我没想到 我不想得这么重要 后来汤大娘死了 下葬的时候 我听见石苏荣哭灵 说啥不该带小儒 去看大日阅兵 人计人的把小儒弄丢了 我才想起来这一茬 那时候我已经不敢说了 为啥不敢说 根本没证据啊 汤家因为这事 已经走丢了一个 又受打击去世了一位 没凭没据的事说出来 只怕石苏荣和汤献忠 会和他拼命 夏小兰心情沉重 是啊 早点说出来就好了 汤夫君老婆 是十月四号从娘家回来 才知道汤友如走丢 如果那时候让陈公安 知道了这一细节 陈公安或许能顺着线索 把人找回来 就算是卖掉的 三天时间 人贩子可能还没走远呢 这能怪汤夫君老婆吗 一般人也想不到那儿去 等到汤奶奶下葬那天 汤夫君老婆才意识到 这里面的不对劲 再想说出来 也不敢说 一点疑惑也只能压在心底 如果不是汤夫君 恰好被请去喝酒 周成又说了那样一番话 汤夫君老婆大概一辈子 都不可能把他的所见 说出口了 时过境迁 已经二十九年前的事 又翻出来做什么呢 谁还能时时刻刻 记挂着不成 就这样 汤夫君两口子 也不知道这消息有没有用 他们也是受利益驱使 想换点好处 夏小兰也不知道该怪谁 怪汤夫君两口子 不 他不至于感激对方 却也不会将过错 都推到这对夫妻身上 有问题的 明明是史素荣和汤显重 周成看着自己媳妇 脸都气红了 只能自己开口 沈子 那您认识当天和史素荣 他们一起说话的男人吗 汤夫君老婆点头 认识呢 是隔壁乡的 别人都叫他鲁大头 他脑袋大 身子小 这些年 四里八乡 收猪去卖 我前两年 还见过他来过村里一回 认识就好 谢谢您和傅君叔 跑这一趟 您和傅君叔 要是这两天 没有什么事的话 就在京城多留几天 可能还需要审次做个证 汤夫君夫妻面面相去 周成的意思 是要让他们站出来 指认史素荣 汤夫君磕吧 这 真是被卖掉了 周成站起来 现在还不确定 不过 我们会交给公安调查 先把那个鲁大头找到 留你们也不是别的意思 我想汤叔 或许会和你们谈谈 周成眼神 又扫了汤生力一眼 啊 我在汤家酒桌上 说的话都算数 谁能提供寻找 汤小姑姑的线索 谁就能获得感谢 汤家三口的脸 一起红了 有激动 或许 也有点愧疚 如果不是为了换取好处 他们不会把这一律说出来 他们更不知道 因为不想惹事 追求稀释宁人 到底错过了些什么 这么多年 他们本来有机会 主动将怀疑 告诉汤红恩 那样 汤红恩只怕会真心感激他们 他们一家人早就改变了命运 现在不过是利益交换 汤夫君喃喃道 我就想给胜利安排个工作 我 憋了半天 到底还是说不出什么 自我辩解的话来 因为我希望能够帮忙 我希望能够帮忙 我希望能够帮忙 感谢观看